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保德大道愿善书 欲父德 主祝先佛为天上圣母 天上圣母将 第21章 田祭之母亲才重德 圣世世间有不少的父母 希望自己的儿女都能步入仕途 当官为利 同时也都盼望儿孙当官之后 做个清官 不做贪官 这是因为贪官污吏为历代人民所痛恨 正如百姓们所切齿痛骂的那样 盗贼为害 不尽于人 流寇作乱 不尽于事 而人民受贪官污吏所盘剥之害 则难逃于天地之间 况且 贼可防 盗可打 寇可捉 而贪官污吏正打着朝廷命官 清天大老爷的招牌 明目张胆地搜刮明之明高 使百姓无可奈何 乃身受其害 苦不堪言 学生功向恩师皆价五叩守 贤生免礼 为人父母者该如何教育儿孙 才能让儿孙步入仕途而为官清廉呢 战国时代 齐相田记的母亲 就是一位知书达礼 身名大义 教子连结的好妈妈 田记自幼受母亲的教导 知书达礼 才华洋溢 仕途之中 平不清云 很快地当上其宣王的宰相 田记高尚的品格 自小培养连结的美德 是否保持一贯的清廉呢 田记做官数年 有朝回家省亲 探望母亲 回到家里 田记奉上许多的金银财宝送给母亲 以示孝敬 当时的田母如何处理 是否起疑这些财物的来路不明 当然起疑 眼前这么多的财物 试问贤生是否会起疑 一定怀疑 田母问道 这么多的财物 从何而得 田记回答 是我的俸禄 田母掐指计算 问道 唯香三年 就是不吃不喝 所得俸禄也没有这么多 还不从时道出 这些财物从何而得 田母真的生气了 但不知田记该如何自圆其说 田记见母亲脸色不悦 从时而言 这些财物乃是下级官吏行贿之今 田母怒称道 做官贪财 就是贪官污吏 我不希望你做贪官 做人不可不讲信义 为人不可不讲孝道 不义之财绝不可拿 快将这些财物送回京城 田记受到母亲的指责与批评 如何自处 田记内心非常惭愧 深深地觉得有父慈母的教育 以及养育之恩 于是 立即回京城 清退所有行贿之今 又连夜上书其宣王 详细陈述事情的原委 并请求判刑 以为做官和教民之警戒 田记闻过则喜的廉洁品格 是否可得齐宣王的宽恕 齐宣王之道详情之后 对于田母之教导儿子 深感赞誉 田母是一个贤德之人 并对田母不顾情面的教子 连结奉公之美德 肃然起敬 于是宽恕了田记之过 田母殉子退还贿赂之金银财宝 为官要清廉 清财重德 万古流传 如果有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 永不磨灭 那一定会痛苦过一生 如果知道做错事 赶紧悔改 而且紧速去弥补一切 这叫做过儿能改 善莫大焉 家庭的贫富 不要以财物来衡量 言回说 忧道不忧贫 家境贫困 夫妻同心 互相尊重勉励 刻苦耐劳 不出三年 勤俭储蓄 亦可有小积蓄 精神方面 常存知足感恩 常行法师 无畏师 既是救人 更是富有之人 能施舍之人 能帮助人 救人 也是富有之人 享受牺牲 牺牲享受 要社会和平 必须人人去除私欲 敬老尊贤 人人相亲相爱 社会就会快乐 要了解人道做完全 天道自然圆满 修道一同 必先格物置之 诚意正心 而后身修 家旗 国治 天下平野 可 无悔 学生恭送恩师 圣驾五叩首 奈国祝富 我们来自awk 祝福 我们来自тор 和声用灾籍色 不信闻 不信念 zie 叫�hum 尊找欢 不信念 和声 겁 monter鳥 遵守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